一年一度的大学学科能力测验 将在明年1月26日举行为期两天的考试 一直以来 亚洲地区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升学主义 台湾早期的大学录取率偏低 大约只有四到五成 许多家长为了让小孩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纷纷把孩子送到不习班 佩妇你为什么会想要不习 第一个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没有学到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是看大家都有补习 然后学校老师可能也教的不是很好 近年来台湾在教育改革后广设学校 从1990到2014年之间 大学指考录取率也从40%增加至95.7% 虽然大学的录取率大幅提升 却依然无法疏解台湾学生的升学压力 你知道班上大概有多少人在读习吗 应该三分之二都是补习吧 你知道班上补习的人大概有多少吗 三分之二吧 学校老师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像国外一样 我们有所谓的分级 然后或者是说 因为比如说我们把 我们就以数学这个科目 因为我比较熟悉 我们数学这个科目如果再以国外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分ABC三种等级 那经过第一次考试之后呢 可能你是属于哪一级的 入学考完之后我就帮你分级 那他分级不是因为说 你分到C级就是属于你比较笨啊 我就派比较烂的老师给你 没有 那我们现在要因材施教嘛 虽然叫做常态分班嘛 所以其实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学校老师 那这个就台语叫后拍理文嘛 就是反正就是个人造化嘛 东方籍西方国家虽然只有一海之隔 孩子的成长却截然不同 在荷兰 学生们从来没有补过席 政府除了设置规划良好的学前托儿所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玩之中学习 在学之中玩乐 根据联合国统计 荷兰儿童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幸福的孩子 根据统计 每十个高中生就有七到八个人有补习 占了班上同学的三分之二 而补习学生所占比例高达一半以上 每当到了班晚 下课下班的人潮为夜晚增添了一份热闹 而其中有不少学生 放学后不回家就是因为要去补习 在教育界待了数十年 现任新北市私立育才国校校长黄采碧表示 其实不管是什么方式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有效率及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陈静文 陈泛宁报导